有關那個大觀園的這個屋設的內部設計 我們上一次是不是剛好上完了 這個怡紅院的部分對不對 像鏡子啦等等這些意象 那都是為了賈寶玉量身訂做 請注意 為的是他有必要起悟的那個終極目標而設計的 所以我根本覺得《紅樓夢》 它其實就是一個啟蒙小說 也就是透過這個男主角 由無知到有知 然後由幼稚到成熟 然後由自我到社會 就這樣的一個成長的過程 那當然這個過程事實上是非常 其實是很細膩的 而且每一個細膩的環節都有很豐富的 很深刻的象徵意義 我們現在實在是沒有辦法詳細去談 所以上一次有跟各位同學講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賈寶玉的這個起悟過程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單元 雖然你們上學期 已經上過賈寶玉的啟蒙歷程了對不對 那個啟蒙只是講到他四次的啟蒙經驗 然後在那些經驗當中 他怎麼樣發生心靈乃至於身體的變化 但是呢還有更細緻的東西 那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進入到這個 肖香館的部分 好 那一錄下來呢 下面就會講得快的多了啦 因為很不幸的是 《紅樓夢》這部小說呢 基本上是以賈寶玉為中心 好 所以賈寶玉的部分呢 永遠有最豐富最全面的 那些相關細節可以來挖掘 那所以下面的部分呢就簡單一些 我們速度可以加快 好 所以首先請各位看一下呢 第二個我們要介紹到的 大觀園中的重要的巫設 就是肖香館 那麼這是金玉奇大的相對的 另外一個墓石最近 那麼除了最近之外呢 他的內部空間的構設 如何體現了林黛玉獨特的性格 那這個呢 我們其實都已經看到過了 現在做一個總而言之的 一個概括性的總數 那就是肖香館他確實比較狹窄 他不但是一般房間的一種 三開間的設計 而且呢他還維繫了這個三開間呢 可以說每一個空間都非常狹隘的狀況 然後呢 所以我們的支批就在這個 第17回提到我們肖香館是 小小兩三間房舍一名兩岸 就在這個地方呢 他其實有了有其他的一些描述 不過呢請各位注意 我要用的是另外一條 也就是第三回喔 我們知厭齋的批語 第三回是林黛玉初次來到榮國府 然後呢 我們作者以一個全知的角度 描述這個林黛玉的長相 跟他的風度氣韻 是不是有提到說 他是心叫筆竿多一翹 有沒有 怎麼病如西子勝三分 還記得嗎 那心叫筆竿多一翹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支批就有這麼一個說法 支批呢很微妙喔 他對呢這些重金差們呢 基本上大多都是讚美有加 尤其是對薛寶釵襲人讚美最多 那對林黛玉呢 他也是非常的體諒 而且努力的來展現出他的優點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他就提出一個看法 他說啊多一翹固然是好事 好 因為表示這個人的心思玲瓏剔透 而且呢想的比較多 想的多的人只要不要太過鑽牛角尖 他會比一般人呢 其實活得更深刻一點啦 這個是必然的 可是呢我們的支批說 他雖然是多一翹 有他的正面的價值 然而未免偏僻了 所謂的過由不及也 所以你們要知道 任何事情太過都是不好 那我覺得我們林黛玉確實是太過 尤其他的心地的那個狹窄 某個意義來講 我們如果再透過一些心理學精神分析 來討論的話 他其實有非常嚴重的一個過分 自我中心主義的傾向 那麼這個呢 我本來想要留待林黛玉的這個專題來談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稍微多說一點 也就是這個多一翹啊 如何來展現我們林黛玉呢 所謂過由不及的那個過分的偏僻呢 我想這一點我們先留 把這個其他的東西都談完再說 就是說我們林 算了 我還是把他講完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滿有意思的 好 我們先講好了 來 這邊就有一些補充的東西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實際上是這樣子 我們從剛剛所看到的那個部分呢 請注意一下 那麼這個場所的特點是屋裡窄 有沒有 這個連在第40回的時候 你們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第40回我們劉姥姥逛大觀園 那一行人呢來到好幾個屋舍 那從內部去看到這些人物呢 他們活動的痕跡 也就是他們心靈在成長的一種具體的姿態 結果到了這個肖香館的時候 來請各位翻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邊有很重要的東西 要請各位有評有趣的來看 這是第40回 我們在這個615頁請注意一下 那麼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在肖香館停留了一回 然後呢這一下子呢 我們賈母呢 他就要起身離開了 那麼就在這一頁的倒數第7行 那賈母呢就起身笑到 這屋裡窄 那我們再往別處逛去 那所以各位可想而知 這個屋裡窄的一個評語 事實上呢跟第17回 肖香館是所謂的小小兩三間屋舍一鳴兩岸 是完全一致的 那這個說實在都是為了要來呈現林黛玉呢 他的心靈的格局 他的心靈格局也是這樣子的 一鳴兩岸 懂嗎 意思就是說他不是一個非常光明的 非常坦然的 非常豁達的一個人 他心中其實有很多的幽暗 而且整理的格局呢事實上太小 小到他基本上是以自我為中心 那當然我想我們都不要急著去判斷他的好壞 我們的目的都只是要第一個先客觀認識 第二個我們呢希望能夠深刻的去了解 何以致詞 那屬以致詞的這個原因 我覺得這是我們做人文學科 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林黛玉的他過於偏僻 他心中呢有太多的糾結曲折 這也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那麼所以呢透過這個屋裡窄 那裡外完全一致的體現出來 那當然啦各位我們竟然看到這一頁 乾脆戲劇往下看 那這個那麼劉姥姥他就藉這個機會 就提出一個比較 他就念佛說人人都說那大家子住大房 那卓而建了老太太的正房 那請注意在榮寧二府的一個 所謂的宇宙式建築當中 他們呢在有尊卑倫理的情況底下呢 這個正房都被稱為上房 各位還記得 然後呢那麼這個老太的正房 他的規格就非常不一樣 請各位往下看 他說是喔 配上這個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 果然威武 他說那個櫃子比我們那一間房子 還大還高 這也太誇張了喔 我們家好小喔 然後比不上賈母家裡面的 房子裡的一個櫃子 對吧 你會覺得天啊果然大戶人家 他們的氣派是非常不一樣的喔 然後他說呢怪到後院 有一個梯子 為什麼呢 你看劉姥姥真的是非常聰明的人喔 他雖然只是一個鄉下一個老太太 但他第一個天生聰明 第二個他在漫長的人生歲月當中呢 受到了歷練 那麼有了閱歷之後呢 他是肯於用心思觀察跟思考 所以這個人是一個其實是大致若餘的人 那當然啦要從學問的角度來講 他絕對不可能像薛寶釵啊 林丹玉那一種 到達一個形而上的精神優美的那個深刻的世界 可是這個人在人情歷練當中 絕對不是不長眼睛的 不是橫衝直撞的 所以你看他昨天留了一個疑問 今天他自己找到解答 所以要注意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不要像一般人 好 那劉姥姥是因為他的先天環境所限 他不能讀書 可是在這個缺憾之下 他透過他的觀察跟思考 他事實上非常懂得生活的本質 我覺得這就是他非常優於一般人的地方 好啦 果然你看嘛 我想並不上房曬東西 那預備個梯子做什麼 後來我想起來 一定是為了要開頂櫃來收放東西 那這個櫃子這麼大 也比一般人的屋子還高還大的 那你要拿頂櫃的東西 非要梯子不可 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不是什麼 200多公分的常人嘛 所以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 那請注意下面 如今又建了這個小屋子 更比大的越發起整了 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 都不知道叫什麼 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 好 所以你們看 我們肖香館是非常精緻華麗的 滿屋子都好看啦 這是一個寵兒的拘束 也因為他是寵兒 他才有那麼多的時間用來自煉 當一朵水仙花 那這個是林黛玉的一個特色 好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他不但屋裡窄 我們透過那個其他的這個相關資訊 包括第17回也有提到 他後院其實有小小兩間退步 這個退步大概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是放雜物或者是日常某些不重要的 一些工作小場所 這個還要再確認 總之他連後院有的那個小小兩間退步呢 你看都是用小這個字 但是呢整個我們肖香館 那麼有如書房一般 充滿了詩書清華之氣 所以我就稱這個肖香館是小而美 你知道嗎 小而巧 那跟我們賈母的那一種呢 完全以體積的龐大 用一種度量恆的數字跟視覺效果 來達到一種威武的震撼 那當然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 像書房一般的一個構設呢 請各位看一下第17回 賈正在遊園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直覺的感受 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在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月夜坐此窗下讀書 就不枉虛聲一世 好 那我們的劉姥姥是不是還記不記得 果然他也認為這個肖香館 他一開始是不是誤會為 是哪一位少爺的書房 有沒有 這個你們應該知道嘛 這個是在613頁好不好 你們順便看一下 613頁的最後倒數第三行 那劉姥姥因見窗下岸上設著筆頁 又見書架上擂著滿滿的書 那劉姥姥就推測說 這必定是哪位歌兒的書房了 結果呢賈母笑止黛玉說 這是我外孫女的屋子 那劉姥姥留神打亮了黛玉一番 方笑到這哪裡像個小姐的繡房 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 所以你看當剛剛落成之後 他的整個環境的那個清幽 然後月夜坐此窗下讀書 可以讓一個讀書人心滿意足 覺得不虛此生 你就知道這個環境是多麼的優雅 那果然住進來的這個林黛玉呢 又累了滿滿的書籍 你就可想而知 果然比我的研究室要好的太多了 好 那麼於是呢 這就是我們林黛玉整體精神的 一個形象化的體現 那麼但是呢 我們在這邊要多說了幾句話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飽讀詩書 但是請各位注意喔 這些詩書啊有稍微一點範疇上的限制 那麼如果我們把全書當中 林黛玉所讀的書做一個整體的整理 請注意他會比較偏向於這個 抒情跟性靈的那一種 比較是個人心靈的滿足的那一些 例如像什麼古今月府雜稿啦 像這些你們大概都知道嘛 那我們就不多說他的範圍不像缺寶釵 那麼的廣播 那麼的全面 那所以這個人物基本上呢 他就是把這個空間營造成 完全訴求他個人心靈需要的一個 一個寶庫 那在這裡他其實就是在跟這些書籍呢 進行一種雙向的交流 我的心靈讓我選擇這類的書籍 而這類的書籍呢環繞在我周遭 形成一種空間性的一種瀰漫 那麼又反過來淨潤我 追求性個人性靈的那一種傾向 這是一個交流的反覆 互相加強的一個循環式的結果 可是呢這中間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我們的林黛玉的可貴在於 他真的是讀過書的 讀過書讓他不會流於世俗 不要忘記這句話 但是呢我們這位林黛玉呢 他並沒有擺脫我們傳統若干文人的 比較是缺點的那個部分 那加上他作為一個父母雙亡的孤女 作為一個在當時社會底下呢 所謂的尊卑不平等的女性 他事實上有非常多的糾結 那這個糾結呢透過屋裡窄 跟小小兩間房舍 透過支批告訴我們 他事實上是太偏僻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他的這個人際互動當中 所呈現出來的一些言語或行動的特徵 事實上是賈府那些從小到大 在一個非常完善的王府環境中 成長的龜秀都沒有的那些特徵 那我現在簡單先說一下 林黛玉的這些所謂的太偏僻 跟所謂的新地狹窄的這些特質 請注意主要都是在第42到第45回之前 所謂的這個新地的狹窄啦 我們剛剛說的那一些 比較都是適用於所謂的前期 前半期 他後半期其實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我希望你們開始慢慢去感覺 讀第二冊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很多林黛玉的反應都跟我們 視為理所當然的那一個基本的刻板形象 是完全不符合的 好 那這個我們等到 那個林黛玉的專題的時候再說 可是呢 這個前期所體現出來的 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也因此把他視為一種典型的 那個性格內涵呢有兩個層面 我們可以現在先簡單講一下 這種太偏僻跟心地狹窄 某個意義來講 真的都是自我中心者 很容易出現的問題 第一個呢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林黛玉的動作 好 這個動作我把他全部找出來 非常的有趣 林黛玉很帥直這個我們都知道 可是帥直也有很多種形式對不對 我們的史鄉民是不是也很帥直啊 寶釵不是說嗎 說你眠心卻又有心 說你有心到底嘴太直了 同樣是嘴太直 我們史鄉民的直跟林黛玉的直 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在動作上也是如此 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只提幾個好玩的小東西 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太偏僻 然後呢 在一個不受節制的 某個意義來講 他是大官員跟榮府中的超級主體 他會呈現出一個事實上 不見得是優點的一個行為跟言語表現 首先第一個 他的動作我們剛剛提到 你們知道他有什麼動作 要不要想一想 他會摔簾子 摔簾子 你們到底有沒有注意到這種小地方 沒有 他會摔簾子 不高興就摔 然後呢 還有把那個在剪裁的時候 那因為寶玉又進來 可是他剛剛不小心又得罪他 我們林大玉又很生氣了 然後最後呢 結果這討厭鬼又在糾纏 你不走我走 他就把簾子一摔也走了 然後在那個37回他們一行人在做詩的時候 我們林大玉是在那邊又在釣魚啦 又在可能一心不肺癢悠哉的樣子 人家都在那邊苦思有沒有 然後他很悠哉 所以寶玉就在那邊插汗說 趕快啦 大家都已經快寫成了 你還在那邊悠哉 快一點 林大玉就說你別管我 人家是胸有成竹 大才能的人根本是氣定神賢 最後才要出致命一招 哪像你這傢伙懂意思嗎 所以寶玉就在那邊擔心的意思 他說好 我不管你了 那個箱都快要進了 我趕快自己寫 然後呢 結果果然等到呢 大家都寫完之後 那又在催林大玉嘛 因為時間都到了嘛 林大玉說你們都有了 然後就拿起筆來一會而就 就把詩稿指給大家 什麼動作 哪一個動詞 指 所以你看丟啊 甩啊 直啊 摔啊 有沒有注意到 好 我們到時候把這些動作全部整合起來 你們會發現天啊 林大玉還真是直率呀 然後再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賈府當中有沒有哪一位龜秀小姐 有這樣的動作的 描述的 提醒你們 沒有 唯一的一個是王熙鳳 對 王熙鳳是不是腳蹬著門檻啊 然後挖耳朵啊 什麼這些那樣的動作 可是不要忘記王熙鳳是沒有受教育的唷 他是一個滿世俗的人喔 所以我們的林大玉很有趣 如果我們把這些所有的細節 好好的觀察整合 我想你們對他的形象會稍微做一點調整 還有 那麼他還有一個動作 我剛剛刻意不提放在這裡來說 就是當他不開心的時候 尤其對寶玉最常有一個透過嘴來表現的一個動作 紅龍夢裡面常常出現啊 他不高興啊 就什麼 脆了一口 那個唸脆沒錯吧 這個字 對不對 這是什麼意思 吐口水 所以呢 他常常脆了一口 然後我經過全面的統計 你們知道嗎 這些女孩子們常常脆了一口來表示 她的厭惡不屑 不開心的人 最多次的是誰 你們知道吧 林黛玉 好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不相上下是王熙鳳 還是王熙鳳 然後其他人呢 在那一種所謂的二層組織跟副小血當中 這些人你們應該都算得出來嗎 哪些人嘛 那告訴我啊 包括襲人啊 社月啊 鴛鴦啊 情文啊 好 情文我們也把他算進來好了 全部人都一起算 有沒有注意到 也 我全部統計過 也只有一個人脆了一口 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他的情緒 猜得出來了嘛 一定是誰 而且同步出現了一個平行現象就是 不 這是一個動作 但是他如果行諸語言表示說 你講那個是什麼話 好 我們現代人都不可以說的 當我講出來會被消音的 這是罵人的髒話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的林黛玉就這麼樣的表達過 那是罵髒話的 就叫做 我不要 我不好意思說我會被消音 好 他真的這樣罵人 那 好像還不止一次 好 我們把他擦掉 好 那再來比較一下 會用這種粗話來罵人的人 《紅樓夢》裡面的小姐們又只有誰 是的 又是王熙鳳 好 那王熙鳳最常說什麼 放你娘的屁有沒有 對不起 對不起 好不能小音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 所以再來比較那些 半主 半奴的二層組織跟副小姐 其中又有誰會用這種粗話來罵人呢 沒錯 你們要同理可推 又是情文 好嗎 有沒有注意到這中間實在太有趣的一個 很一致的平行的現象 就是呢 會有這樣的動作 包括催了一口 然後口出這種粗筆之言的人 有沒有注意到很集中 就是在這幾個人身上 而這幾個人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那我剛剛講的都是比較是 不體現出大家歸秀的禮教的 那一種表現而已 我們林黛玉比起情文王熙鳳 那當然是更勝一籌 不要忘記他是讀過書的 讀過書的人如果把他所學到的 這種修辭技巧啦 那一種傷人於無形 你們不要忘記用言語來殺人 那是不留血跡的對不對 如果我們巧用呢 從文字裡面所得到的這種智巧 這種修辭技術來罵人 來攻擊別人的時候呢 其實那會比罵這種髒話要高明的太多了 會讓對方更窘迫 更無所遁形 當然就會更羞愧 那種殺人的力道 或者是羞辱人的力道 其實是更有過知 所以我下面舉這個例子 來跟你們談一下 我們林黛玉呢記不記得 他曾經嘲諷劉姥姥為什麼 母蝗蟲 你們大概看了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不知道在這樣的一個修辭背後 隱含了什麼樣的一個心理機制 那你只會覺得有趣 那但是他有趣在哪裡 不只是說他像蝗蟲過境一樣大吃大喝 實際上這背後還隱含了很深刻的一種鄙夷 跟把對方的貶低 你們不要忘記他只把貶低為動物 而且還是動物中的昆蟲 那而且把人昆蟲化動物化 這基本上就是對對方的一個很大的羞辱 那再加上母蝗蟲用個母字等等各方面 你可想而知 林黛玉他罵人是真的可以不帶髒字的 那可是這背後隱含著什麼樣子的一個心理呢 那我下面要跟你們分析一件事情 這是弗洛伊德分析過的 實在太厲害的一個心理學家 雖然我們一致不同意 他說人只要有心理問題 就是出自於心慾不滿足 這個我們萬萬都不同意 連他的學生都不同意 所以紛紛後來叛離師們自立門戶 有的去成立了什麼個人心理學 有的人個體心理學 一個跑去弄個什麼分析心理學之類的 那但是他對於人類心理的認識 那真的是一個大天才 所以我們引述這個佛洛伊德的一段學歷 這個是經過別的學者把他綜合出來的 你們來參考一下 請你們注意 林黛玉都是在嘲弄別人 可是嘲弄別人背後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需要 為什麼你常常去嘲笑別人呢 我問你們先不要急著嘲 好好好 你們真的是不專心 好 先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一個正常的人會不會對一個對他來講 沒有威脅也沒有攻擊他的人 就出口傷人會不會 一般不會 第二個呢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看到一個我不喜歡的情況 我就用一種非常雖然巧妙 但是其實是非常尖刻的那個方式呢 去比例對方或者是去描述對方 這個其實背後都有一些心理需要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進一步去思考 這到底有什麼心理需要的時候呢 那麼佛洛伊德他告訴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 要注意 成熟的人是會嘲笑自己 不成熟的人是會嘲笑別人 你們應該分得出來這個差別吧 一個懂得嘲笑自己的人 為什麼是成熟的人呢 因為第一個他有高度的自我認識對不對 知道自己有什麼缺點 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 所以他不會一直盲目的想要為自己辯護 而且第二個更重要的表示這個人的成熟 那就是他還坦然接受自己的缺點對吧 所以不用等你們笑我自己就笑我自己 那就表示說他完全接受 當然也完全了解他的缺點在哪裡 那這樣的人就是會成熟的原因就是呢 這個人是不是心裡就會永遠在一個平衡狀態 對不對 那麼所以我們講成熟有很多的意義 所以包括上一次透過鏡子要告訴各位的事 鏡子幫助我們能夠客觀的認識自己 對不對 把自己不要當作是一個圓滿的 不容許別人批評的 而能夠把自我抽離出來 用一個旁觀者的眼光來認識自己 這才是真正成熟的人 而成熟的人事實上才會偉大 因為他不會以自我為中心 任何一個自我再怎麼樣優秀是一個孤立的小個體而已 那我們的林黛玉就是抽不出來 不要忘記他一明兩岸不但小又有很多陰暗面 然後始終在一個自戀 你們知道嗎 自戀跟自聯是一體的兩面 一個自戀的人其實也就是一樣像唐旺所說的 把自己看得太過該死的重要 所以對於自己生命中的缺陷 他牢牢盯著不放 然後永遠只看到缺陷 不肯看到一個外面的世界 所以自戀跟自聯有的時候還包括自虐 根本是一體的兩面甚至三面 所以人真的要慢慢了解 人性是非常有趣的 那所以我們來分析一下 那林黛玉為什麼常常是要嘲弄別人呢 請注意 弗洛伊德的分析說 嘲弄別人呢 這個叫做玩笑 就是所謂的這個joke 那joke跟所謂的嘲弄自己有什麼不同 嘲弄自己呢就會叫做幽默 那是humor 那幽默跟這個開玩笑當然是不一樣的 那除了我剛剛說的 他的不一樣在於一個成熟一個不成熟之外 還有什麼道理呢 有的 來各位請看 這兩者的區別呢 最重大的關鍵就是他背後的那個心理機制 是非常不一樣的 不只是成熟跟不成熟的差別 請你們注意 玩笑 好 當你是在嘲弄別人的時候呢 來 這個我算是來不及寫 尤其字又不好看 請你們多多原諒 嘲弄別人是玩笑 而玩笑是什麼呢 基本上他是在一種無意識的一個狀態 那幽默不是喔 幽默你一定是在自覺的 情況底下因為你充分認識自己 你也接受自己 然後用一個旁觀折的眼光來看待自己 嘲笑自己 這個當然一定是在意識運作的狀況之下 我先插播一句話 有沒有注意到 劉姥姥是不是就達到這個境界 他知道別人都在笑他 他是不是也迎合別人對他的笑 甚至呢跟著別人來笑自己 結果大家都很開心 有沒有 沒有傷害到別人 結果他反而讓整個環境變成是一團歡樂 這個是一個大智慧的母神要注意 所以他雖然目不視丁 雖然出自非常貧窮的土地 但是他是一個大智慧的人 我們林大禹在這一點上是遠遠比不上的 林大禹太娇弱 太娇弱有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他被保護得太好 他是個寵兒 所以沒有人敢教他 那麼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種自我中心 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價值 這就是我好幾年來 一直在思考紅樓夢的問題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好 所以這個玩笑是一個 無意識的心理機制 好 那這個心理機制的作用在哪裡 請注意 就因為你是無意識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你的自我檢查不到這個惡意 知道嗎 所以他就可以逃脫你的意識的那個 所謂super ego的檢查 所以我們這邊就說啦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玩笑就是說了就算啦 因為是我意識定座底下 我無心而脫口而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說 哎呀 他是什麼有口無心啊 還有說什麼他其實沒有惡意啊 這不是我們日常中常常說的話嗎 可是這麼一來對不對呢 有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你都有口無心 為什麼你無心卻可以有口 為什麼你的口可以具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地位 第二個 你連沒有惡意都可以說出話來都傷人了 那你有惡意那還得了 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怎麼對呢 所以我覺得弗利德就是不甘心於 我們一般人的那種common sense 他就往更深處去挖掘 他告訴你不對 你的心其實就是有惡意 你不能夠說你沒有惡意 因為講出傷人的話 你就是有惡意 只是那個惡意掩藏在無意識之中 所以你自己都檢查不到 別人也很可以用說 哎呀那是無心之過 是因為他什麼什麼之類 很容易就被粉飾過去 所以你看玩笑是說了就算 或說了就不算 好 那麼所以可以逃脫或超越 道德倫理意識的檢查 甚至包括整個群體 讓你逃脫他們的一個要求 而因此呢就會比較容易被放縱 好 那麼所以呢 加上說請你們注意 他形式上面呢 尤其這種玩笑 他都是透過一種非常巧妙的 這個比喻修辭上面的技巧 讓這個玩笑呢 通常事實上更精簡 更有一種殺傷力 那麼所以你們看 他的精簡形式 就是所謂的說半句留半句 或說一句留一句 那加上他的類比 隱喻 事實上呢 這些都跟夢的那個做夢 就是dream為什麼會形成 他的內在的無意識機制 是完全一樣的 那各位你們來看 再用到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個典故 那就是劉姥姥被林黛玉嘲笑為什麼 母蝗蟲 有沒有注意到語言很精神嗎 我只用三個字 活脫脫表現出他昨天那一副 大吃大喝席捲一卷 有沒有一個盤子 他跟磅兒吃個力兩口 就去了大半盤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橫掃一切的景象 是不是只有三個字就可以表現 其次用蝗蟲是不是就是一個僻喻 對不對 一種類比 這都是玩笑很常採用的一種形式上面的一個精神 好 所以我要請你們注意 那因此他跟夢的這個製作 這個是佛麗的夢的解析裡面最精彩的一段 他真的告訴你夢的製作是凝縮 還有呢 這個所謂的displacement 就是置換 另外當然還有別的 他一共有四項 所以他覺得玩笑事實上 他的形成的那個手法呢 跟夢完全一樣 而且都在無意識的狀態 好 但是呢 請你們注意 玩笑他事實上呢 他事實上有一個目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注意喔 第一個 當然是透過這個精神的這個語言形式 透過譬喻的這個傳神而生動的效果 他當然不只是為了要來取得 我們語言遊戲的那一種快樂 比喻一個母黃蟲 你們記不記得當場其他小姐公子們的反應是什麼 大家笑翻了對不對 覺得實在太精彩了對不對 那所以呢 大家當然從中欣賞到一種語言的巧妙 一種非常靈敏的恰當的一種類比 可是呢 如果你從心理機制的需求來看呢 他當然不是為了要來取得一種語言上面的快感而已 所以我們要從心理學來說就在於這裡 他事實上玩笑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 好 請你們注意 這就是林黛玉的心理機制的一個絕佳闡述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玩笑 我們林黛玉很喜歡開人家玩笑 還記不記得當席村要告假去畫畫的時候 林黛玉就說了什麼話 這個園子才蓋了一年 他要畫就還得要兩年 有沒有 這恐怕也是事實啦 因為後來席村是不是果然畫得很慢嘛 然後那個賈母去看的時候呢 就說我要看看是不是端午還是什麼 年夏會不會有這個就完成啊 大家要說不可能吧 大概明年端午才有吧 是不是大約是這樣的一個年紀 的那個時間 結果呢 賈母就大肆一驚說 這還了得他竟比這個蓋這個原子 還費功夫了有沒有 所以席村他的無心或者是無力 於這個繪畫事上是事實 可是所有的事實你都要說出來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這個事實存在了 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去說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嘲笑劉姥姥為母蝗蟲 然後嘲笑席村畫財畫的那一份興趣 很遲鈍 這個背後都絕對不只是說好玩 然後你看我的比喻多生動 讓大家開心 絕對不是如此 所以請各位注意 弗洛伊德很深刻的發現 常常在開這一種玩笑的遊戲 他都是在指責別人的缺點 好 不足等等的 或者是醜陋等等的地方的 這一種玩笑 背後的心理機制是這樣子的 他是要被用來侵犯的 好 所以他用的英文嘛 in a service of aggression 有沒有 所以玩笑基本上 他其實就是為了這個侵犯別人 他其實真的不是無心 事實上他是在一個無意識狀態底下 去把他對別人的那種惡意 用這種語言的精神跟巧妙 逃過道德的檢查 然後就可以公然這樣子的抒發出來 他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巧妙的一個心理運用 所以事實上玩笑是為了侵犯他人 那為什麼他要侵犯別人呢 沒道理啊 不是他跟這個世界的人為敵啊 不是 林黛玉當然也不是 他的侵犯別人都有一個更大的一個心理需求 那就是要謀取載智性的快感 好 所以林黛玉事實上 他真的是非常自我中心 而且他真的是一個超級主體 所以無形當中他往往就是有必要 透過這些玩笑就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心裡就獲得一個 凌駕別人的那一種快感 而這當然很有可能就是要來彌補 他心中的那種沒有安全感 不要忘記他的心是一明兩岸 好 不但有左心房還有左心是右心是 好 那我亂講 所以那個陰暗層面不見得是大罪惡 好 沒有 我想恐怕就只不過就是一般人 每個人性裡面都有一些陰暗面嘛 那每一個陰暗面不同 不要忘記每個人都有他的地獄 那為了對待他這個地獄呢 每個人都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方式 可是每一個方式背後一定都有一些心理學 可以去幫忙找出一些解釋的 那個解釋當然我們也都可以在斟酌 然而我覺得這個說法非常適用於這個林黛玉 所以他的一明兩岸的暗字 我就採用這個說法來解釋 事實上林黛玉他很自卑 但是他如果從弗洛伊德的一個大弟子之一 我的大是指年紀啦 那個年紀是比弗洛伊德小不了多少 可是算是他的弟子 後來也是不能接受弗洛伊德那一套 Libido的理論 然後就獨立門戶 就另外去成立了一個心理學派 叫做個體心理學 我們將來也會引用到他的理論 用他的理論來闡述林黛玉跟薛寶釵 為什麼有那麼大的不同 也很有效的來幫助我們認識 那個體心理學很重要的一個學說之一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卑感 請注意每個人都有 只是他的輕重以及對這個人的影響 尤其是他在社會現實中的那個影響不一樣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那人有自卑感 他有可能變成對人的一種負面的傷害 可是如果我們懂得面對跟處理這種自卑感 事實上自卑感反而可以幫助人成長 那當然這個背後有一套理論 我們先簡單的提到跟這裡有關的 他說自卑感他的存在是必然的 每個人都有 而自卑感的本質會同時讓他去發出一種 爭取優越感的這種需要 所以為了要來抵消他的自卑 填補他的自卑 他會去發展出其他去建立他的優越感的那些行為 或者是那些他要爭取的東西 那麼爭取優越感假如適當的話 那這個人是不是就會慢慢越成功對不對 越來就越彌補他本來所欠缺 所以這就是那個阿德勒 就剛剛說的這位佛洛伊德的大弟子 他的理論主要很簡單這麼說是這樣子的 那可是如果這個自卑感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 他的爭取優越感的那個動作 如果也沒有好的調節 那麼他就會使得他自己陷入一個 更惡性的循環當中 那他所爭取的優越感就會建立在哪裡 知道嗎 最重要就是這種沒有健全發展的 處理過的自卑感會使得這個主體 他爭取優越感的動作會陷入到一種 虛幻的自我滿足 也就是他用來證明自己優越的那些東西 事實上是不被社會所認可的價值 大約聽得懂嗎 不大聽得懂 這個簡單說來 簡單說就是我很自卑 所以我要證明我沒有比你們不好 因為自卑是不是就是因為我覺得我不如人 可是我為了要來證明不 我不不如人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肯定自己對不對 所以這麼一來我就要趕快去找到很多 證明我比你們厲害的地方 但是由於這個自卑感他沒有經過正確的認識 所以他以為或者是他沒有經過合適的管道 去爭取別人的認可 於是他就只好透過虛幻的方式來自我滿足 所以你看其實我比你厲害 最佳最極端的一個例子就是阿Q嘛 這樣懂意思了吧 他明明很這個處於劣勢 他也很自卑 可是他怎麼辦 他沒有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他最後只好用阿Q的精神 用虛幻的方式來說你看人家罵他 他就說你看兒子罵老子有沒有 這不就虛幻了嗎 就是自己想像出來的優越感啦 所以人很有趣的喔 那放在我們林黛玉身上 當然不至於這麼荒謬啦 可是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就在這個所謂的前期 我們最熟悉的林黛玉的形象當中 林黛玉有沒有在爭取所謂的虛假的優越感呢 有 他非常重視什麼東西 他一定要贏過別人 作詩嘛 可是作詩在我們的那個明清 當然我們虹幻默是在清朝 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根本不視為女性的價值嘛 你在這邊爭再多的第一名 事實上還是整個社會 是不會承認你很優秀的知道嗎 所以呢 林黛玉當然有他作為性別的一個局限 可是我想用這道理論來理解 你還是會知道說 他為什麼那麼在乎都要第一名 然後不得長財他是不是就心中不快 有沒有 然後安心要壓倒別人有沒有 然後什麼都要爭 尤其在作詩上面又要爭第一 這都證明這個人呢 在處理他的自卑感的時候 他用的就是所謂的虛假的優越意識 那所以除了作詩 另外一點就是這個 他真的好喜歡嘲諷別人 有些真的是已經過分的尖銳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他在他開別人玩笑的時候呢 找的是不是都是人家的缺點 這句這個現象不是我先發現的喔 是史湘芸先發現的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是在第20回好不好 這段話非常精彩喔 在我們史湘芸來到這個容國府之後 然後呢當然就跟這一群人就聚在一起 然後就彼此有一些對話 那這段很精彩在第20回喔 在第20回 那他是又嘲笑了史湘芸 因為他又感覺到他的安全感被威脅 有沒有 一個寶玉已經呢 有的時候又被寶姐姐迷惑 有的時候又去吃哪個丫頭嘴上的胭汁 我已經實在是應付不來了 又來了一個史湘芸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他又去嘲諷史湘芸 那所以他們前面的這些 兒女的口角紛爭你們自己看 我要你們看的是史湘芸發現了什麼 在第最後一頁 20回最後一頁323頁 來請看史湘芸說什麼呢 他說啊他再不放人一點兒 欸史湘芸用他來稱呼林黛玉就可以囉 我們上次講過 代名詞是不可以以下對上來使用 可是他們是平輩就沒有問題 他說他再不放人一點兒 專挑人的不好 他真的是專挑人的不好 別人的缺點 別人的痛處 講得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白話文來說 就是專門在人家的傷口上撒鹽 然後你看專挑人的不好 所以史湘芸當然就不平囉 他就是你看不要忘記 他也是嘴太直的一個人 可是他的直有沒有用來傷人 沒有 史湘芸講直的話 基本上都是反應客觀事實 他不是用來攻擊個人的不是的 這個你們現在就可以分得非常清楚了 我之前一直留了很多的伏筆 其實最終就是要告訴你們這一點 史湘芸嘴也很直 可是他的直呢 就是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呢 僅止於去揭露大家都認識到的客觀事實 包括到了太太房裡 如果太太在的話不妨多做一會兒 有沒有 如果太太不在那裡人多心外 都是要害咱們的 這是不是客觀事實 是啊 所以徐寶釵是不是說 他說的其實是認可他說的話嘛 所以他沒有涉及到任何個人 尤其是這個個人的缺點 好 那所以都是直 可是你們看 直的內容 直的方式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 而我們為什麼不把這些地方很精細的分清楚 然後全部一概而論 這個就是我們做讀者的粗糙 所以你們看史湘芸就是說 他就不平啦 他說就算你比世人都好 也不犯著見一個打去一個 這個打去就是玩笑好不好 就是這裡的所謂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的這個玩笑 好 見一個打去一個 然後呢 下面就說 我們就不多說了啦 總而言之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他用打去 打去就是嘲笑 嘲笑就是一種侵犯別人的方式 而目的是為了要得到 那麼一種載智性的快感 所以呢 其實史湘芸已經注意到 他的方式是這樣子 當然他沒有受過心理學的這個接觸 不要說訓練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用我們現代人在學術上面 對人性的認識來幫助我們更深的去理解 這些人物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做法 所以呢 這就是我希望各位可以分享的 真的 林黛玉的屋子 為什麼是一名兩岸 這個岸字呢 不見絕對不會是一個 非常絕對正面的那個形象化的體現 他事實上還是有他人格上面的缺點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缺點 而這個缺點在往後追究呢 往前面追究 我們都可以發現事實上不是沒有原因 所以我們才會有兩句諺語嘛 一個叫做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可是相反的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憐之處 這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隨養帝 不是他天生就很暴虐 上帝在創造他的時候打瞌睡 多倒了黑色的墨水 當然不是 而是呢他的成長中也有很多的不幸 這一個人的心靈 我稍微做了點研究 透過他的詩 慢慢真的覺得人真的好可憐 人會變成這個樣子 背後真的有很多 他自己也不想要的那些遭遇 然後對他的心靈在這樣的作用之下 就形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完全失控 他不知道怎麼去平衡 那最後當然是不是就有國破身亡嘛 對不對 所以人真的是很可憐的一種生命 那要超越要費盡很多的努力 甚至要一點運氣 所以我們都要好好珍惜 當我們還很健全的時候 要好好的體諒別人 好啦 所以呢各位你們就可以注意到 我們林黛玉的一鳴兩岸 跟這個屋裡窄被認為太偏僻 事實上是都有他可以成立的地方 那我們透過這個語言 尤其他用他開玩笑 所謂建一個打去一個專挑人的不好 這個現象 我們這個是最鮮明的 來做一個表示 所以呢請你們注意一下 紅樓夢中其他的少女們呢 當然也有他們的幽默 也有他們的這種言語上面的 小小的這些趣味 可是呢請你們看一下 芝批他也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跟薛寶菜的玩笑來比 我們林黛玉是偏而去 你看還是偏太過偏頗 雖然很有趣 可是嚴格說來恐怕不見的是大雅君子 會認為是一個絕對價值的做法 雖然有趣 叫人家母蝗蟲 我們都可以笑一笑 可是我問你如果是你被叫母蝗蟲呢 對不對 設身處地一下你就知道這個還是太偏 可是我們寶釵呢就是正而去 寶釵開玩笑通常還是維持著一個正道 一個不要失於均衡而因此侵犯到別人的這種界線 所以呢我們簡單說 寶釵的潮細就是他的那個細虐啦 他的嘲諷啦 總是維持在虐而不虐的這種適度的分寸 請各位注意虐而不虐 我們很多中文系的同學都用錯 趁這個機會趕快改變過來 因為我常常看到學生寫這個成語的時候 都寫成細而不虐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反應 你們不會覺得很好笑嗎 不覺得 因為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好吧這就是我們現代人的這個語言程度的一個問題 他寫這個細而不虐 你們不覺得好笑喔 這個是矛盾語知道嗎 因為細跟虐是同義父詞 你不能理解為什麼細而不細 你不能理解為什麼因而不俊美而不利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我看到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寫法的時候 簡直差一點要昏倒 後來發現要昏倒太多次我承受不起 我就已經放棄了喔 我只好就借機會跟你們講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想當然而 根本沒這個成語 這個成語是很荒謬的喔 事實上呢 應該是照我們螢幕上所寫的是虐 這個虐就是細虐 開玩笑 但是呢不要過分 那麼這個虐字就是表示侵犯到別人啦 造成傷害 這個才叫做虐嘛 所以人開玩笑可以 但是請維持一個分寸 那了解到你的心理狀況 那麼有的時候要常常自覺自我調整 人才會慢慢越來越成熟 所以是這個虐而不虐 而且這個虐而不虐是不是又有一個 諧音的效果對不對 那才有更大的一個語言的趣味喔 這個是希望你們趁機要調整一下 所以呢 我們之間在啊常常讚美薛寶釵的 好 除了說他是玩笑是正而去之外呢 你們看下面這邊還有一段話 他還說他的虐是雅虐 好 你看嘛 正而去當然是來自於雅虐 因為他文雅 文雅不只是語言本身的優美而已 還包括你心裡的平和中正 這時候開啟玩笑來才會是雅虐 所以這種雅虐呢就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又懇切又真情又平和又雅致 又不穿著又不牽強 這個是支批對於薛寶釵的 所謂的玩笑下的注腳 那一比較有沒有發現 跟林黛玉就非常不一樣對不對 那麼所以呢 我們的林黛玉一鳴兩岸的屋內的格局 請不要忘記那兩岸 他真的是在呈現他內心當中呢 陰暗的那一面 雖然這個陰暗的那一面呢 出自於一個弱女子 他事實上沒有造成真的太多實質的傷害 可是我們總希望人應該要成長 成長就必須要成熟 成熟就是要懂得客觀的看待自己 也以自己的需要去尊重別人的需要 好 那麼這就是一個成熟的人該做的 所以我們上次不是引用西蒙波娃的名言嗎 我渴望自由 同時也希望別人擁有自由 所以當你渴望被尊重的時候 你也同時應該知道別人也需要被尊重 好 這個就是我們林黛玉不成熟的地方 因為他只顧自己要被人家尊重 而過分敏感 有沒有注意到 但是呢卻常常忽略別人的感受 那所以呢我們林黛玉有一次就被寶釵質疑啦 你只知道你的心難道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好 那個是在應該是第20回 好 那麼同學請你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到的林黛玉基本上是 活在一個自我的中心狀態 這個就在第20回 好 同樣是在第20回 就是前面那一頁啦 322頁 來請看中間 那我們寶玉就說我也為的是我的心 難道你就知你的心 不知我的心不成 事實上林黛玉確實常常就處在於 只知自己的心的這個狀態 好 所以對別人難免有的時候 就沒有一種相對的態度來互相對待 好 那這個是提醒你們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的肖像館就不用講太多了啦 大約現在已經補充了一些 那之後呢我們對於林黛玉的專題的時候 再用一個比較系統的全面的 來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 來 我們請各位 就要進入到這個恆無苑 好 那這個恆無苑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有一些補充請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恆無苑的特點是五開肩 那這我們之前講過 還記不記得五也是一個聖術對不對 跟中 中位的這個中 事實上是互相定義的 然後呢他也有一個所謂捲棚的 這個特別的說明 那我不知道這個捲棚除了 大家都是處在圓林狀態所使用的之外 那為什麼會在恆無苑特別說明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啦 我們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那請各位就看一下 我們薛寶釵的這個恆無苑呢 他最鮮明的一個特點是 有如雪洞一般 好 這個是在第40回 不過呢 我們先請看第40回好了 大家翻到621頁 那麼在這個第二段的部分 劉姥姥來逛大觀園嘛 所以賈母一行人 那麼現在就來到了紅巫院這一站 那麼第二段的這個第三行就講到囉 寂靜了房屋 雪洞一般 一色萬氣全無 那麼岸上呢 只有一個土定瓶中供著樹枝菊花 並兩部書 茶蓮茶杯而已 然後床上呢 只吊著青紗帳曼 青露也十分樸素 好 最重要就是這幾句話 那這幾句話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點 請你們注意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才一進門就看到一個 一個人最私密的要休息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床 有沒有 這就是之前我們在談這個 大觀園中的屋設設計的時候 跟你們提到過 他們基本上是平淺恆列的那個格局 對不對 然後通常其實就是一進門 就可以直接看到床 因為他們的屋設本身都不大 不像那個所謂倫理式的 那個宇宙式建築 他們有什麼深境平原 所以有更更優深的那些其他的設計 那大觀園基本上就是這樣 除了這個前院之外 然後接下來就是三開間五開間 基本上是所謂平淺的格局之外 往往就是這樣子 你們大概注意一下 臥室我跟你們提到過 是不是就在最邊邊的這一個區塊 其實都差不多大小了 請注意 通常是從這邊一出去就是到後院 那後院呢 依照不同的屋設的設計有大有小 那宇宙院特別大 所以他的後院又有其他的一些 小小的房屋單位 那麼剛剛我們從這個蕭香館看到的是 他的後院是不是有兩間退步 有沒有 那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主體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規格 那我們的薛寶塞果然一進去 你就看到他的這個床 然後所有的室內擺設 那真的是一目了然 所以完全沒有隱私的 那這就是他們在園林當中 完全非常個人化的生活空間 好 然後請注意第二個 這裡面的相關的描寫有沒有注意到 他用的是土定瓶供著樹枝菊花 有沒有 那菊花歷來就有什麼象徵啊 尤其從宋代之後 宋代不就是愛蓮花嗎 愛什麼 菊花 跟唐代喜歡什麼花就非常不一樣 唐代喜歡的是牡丹啊 所以就是唐形文化跟宋形文化 不一樣的重大區隔嘛 然後連對於花的這種審美觀 都有各種不同的投射 所以牡丹就代表富貴啊 代表對世俗的積極進取啊 那宋代不是精神內斂 往往就從心靈上面的成仁成聖 這個地方來追求 所以他們喜歡的花呢 通常也被賦予這樣的道德象徵 那這個菊花就不用講了 這個菊花跟那個恆溫院外面種的香花香草 是個禮外呼應嘛 通通都有高度的道德象徵 而你們看一下這樹枝菊花用的是供這個字 他說不是插著幾枝菊花 是用供字 再來用來供菊花的是什麼 土定瓶 其實土定瓶也是非常昂貴的器皿 但是作者偏偏在那麼多的 這個故宮博物院典藏集的那些花瓶當中 他偏偏選了一個名字叫土定的 你就可想而知 他要創造出一個什麼樣的語感 語感就是語言所帶給人們的感受 所以這個叫語感 所以土定瓶當然是昂貴的器物 在假家 在薛家這種人家 不可能有廉價品 不可能是有Yes My的啦 最近被創造出一個新的名字 叫夜市買的 這個新的品牌 對 因為他實在是模仿的很逼真 看起來也很精美 然後又很好用 所以每次一問說 你這個是哪裡買的啊 Yes My的這樣子 然後因為是很多外勞 他們就這樣回答 所以我看到那些文章 作者就這樣寫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那我就拼那個音 就是Yes My 然後DO 然後我們也看不懂 後來謎理揭曉原來都是夜市買的 好 這樣懂吧 所以假家不會有這種東西啦 可是 可是每一個器物 他從他的命名上面呢 會給我們帶來的語感就不一樣 所以請你們注意 莎士比亞說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 都無損於它的芬芳 這個當然是從人來講 但是從文學藝術 完全透過文字來表達的 這一種很特殊的範疇 玫瑰如果不叫玫瑰 就必然有損於它的芬芳 好嗎 如果那朵玫瑰花 來 我放在你們面前說這個叫魚腥草 覺得如何 你還會覺得那麼美嗎 不會 你會覺得我好像聞到魚腥味 有沒有 所以真的在文學裡面 你怎麼使用這個文字 它事實上就有很大的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訴你們說 這個土定瓶當然來歷非凡 但是作者在這邊他是故意的 找一個魚感上面是不是很樸素 有沒有 感覺上很平凡的這樣的字眼 這說實在也是為了要來遷就跟烘托 薛寶采的這種樸素的個性 所以叫土定 又土又定 就是絕對不是那一種什麼 我們讀不出來的有沒有 妙譽用的都是那種我們看不出來的 不知道怎麼理解的那些名稱 好啦 所以這個土定瓶我順便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好 當然名字很重要啊 如果有一個說 你說他是個大美人 結果名字叫麗娟的 你就覺得不美了對不對 對啊 因為實在是太俗了 切菜西安苗 所以可是如果有一個女孩子 你們說這個是選美第一名 好 結果名字叫宜芳 嗯 大概也不行 你心中就立刻覺得 嗯 那個期望就會降低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那個名字很特別 就會變成是瓊瑤小說 會有的女主角的名稱對不對 所以呢 語言的運用 尤其是透過命名 其實作者因為這都是完全 他的修辭的一個權利 當然有很多他的寄託在裡面 好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回到我們這一段的描寫 他的屋子呢 裡面像雪洞一般 沒有任何呢 調皮的小孩 夢幻的少女會喜歡蒐集的那些東西 所以這樣的一個形態 當然以目前大概已經17歲的 這個少女來說非比尋常 好 那我們薛寶釵是不是大概在 第二十二十二回左右 是不是過了15歲的生日對不對 好 那所以到了現在 可能大概過了一兩年 不要忘記我們這個中間 因為又有一些事故發生 所以他大概16、17歲 可是這個16、17歲的女孩子 他的房間是素樸 而且基本上是 真的是家徒四壁到這種程度 這當然不是自然的現象 但是請注意自然不一定好 人為不一定不好 這個我們是一再跟各位強調的 所以來 連他的這個侵入也十分樸素 他床上吊著這些青紗賬曼 告訴你們其實也是半舊的 我們再來對照第八回 這個第八回是透過賈寶玉的眼睛 來看那個寶姐姐 他的整體的外在的裝飾 整個人的這個氣韻 那第八回就有描寫說 冰玉聽說寶釵生病了 所以他要去看他 他就忙下了看來到裡間 結果呢就只見吊著半舊的 紅袖軟簾 注意喔 都是半舊 這個很重要喔 你們等一下要注意一下 這個半舊是有意義的 總而言之 那寶玉先連一脈步進去呢 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 有沒有注意到是不是很符合 復德的要求 就是復工 復德跟復工 那頭上就挽著這個 漆黑油光的那個髮際 然後呢 蜜褐色棉袄 然後這些這些 這個都是很多的 中國很細緻的服飾的描寫 可是請你們注意 疑色半心不救 看去不覺奢華 所以我要提醒你們的是什麼呢 原來從第八回他住的地方 到第四十回他住在大觀園的恆滬院裡 始終一致 這個人呢事實上是從幾歲開始以後 有沒有發現啊一路走來就始終如一 幾歲啊 他不是出生就這樣的 是不是七、八歲有沒有 受到一個外力的教育 然後他才整個改變 有沒有 所以七、八歲了一直到這裡 大概已經快十年了 他一直都是始終如一 而且里外如一 這怎麼會是偽君子呢 你們在家有辦法做到這種程度嗎 而且你們說寶釵坐坐 這個實在是一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說法 請問誰會事先知道 劉姥姥要到我房間裡來 我趕快先假裝佈置成 這麼樣的血洞一般 然後去讓人家看我道德多莫崇高 沒有人可以這樣做的 沒有人能未卜先知啦 所以這就是他真實的生活樣貌 也就是他個人心性的一種 直接的而且是很客觀的體現 他就是這樣的人 而且請注意 這真的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君子 因為他的言行如一 他內外如一 而且過去到現在如一 他根本就是在一個非常鮮明的原則底下 去安頓他的身心 所以不只莊樹如此 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不只不慕容世 你看下面還有講到 第七回薛姨媽有提到說 哎呀這個寶姑這個他這個女兒 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 所以他們家的那個什麼 公花所堆出來的那個假花有沒有 公紗堆出來的假花 他是不是就去送給別人帶有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寶釵根本不帶 他覺得那白收著煤壞了也可惜 所以就分了好幾隻給大家 結果呢 周瑞家的是不是最後一站 才送到了林丹玉那裡 又被林丹玉冷笑了對不對 他先看到花之後 他先不問這個花好不好看他喜不喜歡 他第一個問的問題是什麼 是單給我的還是別人都有啦 都有的 這種喔這種人就是很自卑啦 所以如果你只對我好 就表示我對你最重要 結果我發現你對別人A B C D E F G都很好 那你對我的好就不怎麼樣了有沒有 這不是很像我們國中生也是這樣過來的嘛 所以林丹玉還在一個很幼小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他想要獨佔懂嗎 因為小孩子才有這種心態 就覺得你只對我好我才是獨一無二 可是事實上真正的愛並不是如此喔 好啦 但是因為他太小 我們不克制他 我只說他是這個樣子 結果呢當周瑞家就說各位都有了 這兩隻是姑娘的了 林丹玉就冷笑啦 說什麼我就知道 不是別人挑釁的也不給我 對吧 可是問題不是人家挑釁嘛 這個人就是永遠要把這個 人跟人的互相對待解釋成為那樣子 尊卑的一種角力 說實在就是太過無中生有 所以他被視為偏僻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呢 我們現在再回到薛寶釵吧 所以你看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 那日常生活當中呢 有一次在57回 他對那個即將過門的地媳婦 有沒有 行秀燕 也是勸勸他說我們如今已經一時比不得一時了 所以你看我現在都沒有這些所謂的 從頭到腳都沒有這些富麗賢莊 所以他能撿的通通都撿了 所以這個人他是非常一致的 是在一個super ego 非常完美的一個道德自我上面呢 在自我要求的一個人 好 所以就此而言 我們要補充的是什麼呢 來 首先我們有幾件事情要補充 第一件事情就是這樣子的不慕容飾 不慕容裝的一位女性 她事實上身上是偶爾會戴著一些首飾的 偶爾會戴 我說偶爾就是她不見得是長期 其中一個長期戴的就是她井上的項圈 對不對 而因為她戴著這個井上的項圈 就被好多的愛戴玉的人 是不是把她給罵死了對不對 就說你看你看 她心一面就是存著金玉良音啊 還故作假惺惺的說 她其實怎麼對保育眉心還遠著保育 哼 才不是呢 有沒有 我們的讀者不是很多都用這樣的心態嗎 但是我們要不要好好先去了解她 為什麼她不喜歡這些所謂的富麗賢莊 她卻都還戴著那個金項圈呢 難道只因為她是你認為的偽君子嗎 也許不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別的有沒有別的可能的原因 第八回其實寶釵就說得很清楚了 她說那個項圈呢 是因為也是個人 當然是個人 給了兩句吉利話 那個人當然不只是人 他還是個什麼 半神仙也就是誰 一生一道哪一個啊 我們說過啊 一生一道是有性別分工的啊 所以是誰給了她吉利話 還給她冷香玩的配方啊 應該是和尚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也是個人就是那個和尚 給了兩句吉利話 所以才把那個話刻在這個 這個精器上面 而且注意是叫天天帶著 所以是這樣一個半神仙的人 有一點是像神玉一般告訴你 你該這麼做 所以我們一般人不就跟著做嗎 這不是很有道理的事情嗎 很正常啊 所以她說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 所以請你們注意 事實上她真的是背後有一個 高於人類的某一種神秘的天命 跟一種超越的意志在命令她 你要天天帶 懂嗎 所以她才帶著 這怎麼可以說她是個偽君子 一心一意想要金玉良意呢 這根本不是她的問題 所以知批也就代替她來抒發她的不平 知批就說啦 你看 什麼叫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國 幹嘛要帶著這樣的東西 結果知批說 一句就罵死天下 農莊厭世富貴中之之妖粉怪 你們這樣農莊厭世 我們知批就要說啦 你是個妖怪 知批對出來的 好恐怖 那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知厭在所反映的是 是這一種貴族家庭的審美觀喔 所以喔 所以言外之意就告訴我們說 這種王府家的小姐 她們鼓勵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要素樸或樸素 淡雅 最重要是要淡雅 不要忘記雅 還要淡 那個淡就是你不能夠濃莊厭抹 因為她覺得這個就有點像唱戲的 根本是那種小戶人家沒有那種氣度 沒有那種氣質 然後你要用這種東西去營造出來 先注意這一點 所以我們下面 好 我先提醒你們下面這個部分好了 來 我們再來看金濟水 這位滿清末代瑞清王之子 他是怎麼描寫他的母親 就是福晉 福晉那個貴族中的貴族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樣描述這個他母親房中的佈置 事實上跟我們薛寶釵是很接近的 他說母親房中佈置淡雅 淡雅是他們的最高審美標準 好 所以暗頭的陳設呢 大部分都是文腕 你看就是文物啊 可是這個氣腕基本上 也都跟那個什麼文房四寶相關 那麼架上的圖書也都是古籍 當然也因為這樣的階級 有能力去蒐集一些真本 可是這些都是學問的不能說冤手 應該說是學問的寶庫 好 那所以呢 他說我們做孩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呢 所以他從小對於紫燕這個筆墨 就有了一些間諜的能力 你看這個就是世家的教育知道嗎 母親本身他過的就是這樣淡雅的生活 那一代傳一代 這就是他們這個階層的價值觀 果然我們再來看一下賈府的女當家 好 就是王夫人 那他的住所又是怎麼樣呢 你看完全一致 他是呢 第三回有描述到 這個王夫人呢 平常居座宴席也不在正式 因為正式就是比較嚴肅啦 而且那個壓力都比較大 可能也比較氣派什麼的 人物其實天天窝在裡面是滿受不了的 所以他反而是在比較那個 正式東邊的三間二房 二房就比較次要的 比較可以比較輕鬆 可是當然他可能布置 也不會那麼的氣派堂皇 那麼於是這個下人們呢 就因為這是第三回 黛玉剛來 我們這一段其實以前看過 所以我們現在只就這個重點 再來注意一下 那下人們呢 就把林黛玉帶到我們王夫人所在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注意一下 這個小正房內正面抗上橫設一張抗桌 桌上也是擂著書籍茶具 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任何什麼什麼什麼雞血石 什麼什麼清田玉之類的東西 不是 他們就是書籍茶具日常用的 而且都跟學問有關 然後東邊那麼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 你看有沒有出現 一個重要的形容詞 又是半舊 又是半舊的這個靠背影枕 然後呢 王夫人是坐在西邊下手 那也是半舊的這個靠背坐入 有沒有注意到 然後呢 當他要林黛玉跟他一起坐的時候 林黛玉推辭 因為知道他是尊卑有別 所以他就挨看邊一溜三張椅子 有沒有 他是選其中一張椅子來坐 而那三張椅子注意 也搭著半舊的檀墨椅服 都是半舊 那為什麼都是半舊呢 其實原因就在於這裡 真正的富貴人家 他們不是真的永遠換新的東西 在那個支拼裡面就有講到 他說你們小說裡面 只要寫到富貴人家 滿眼金碧輝煌什麼碧流離什麼之類的 他說這真的都是妝容盡盡 懂嗎 我們真正的富貴人家 不是過這樣的生活的 所以請注意 從王夫人到薛寶釵到經濟水的母親 福建房裡都是這種形態 所以他們其實日常生活 不見得如我們想像的奢華 那因為這是日常用品 他們反而不會在這個地方 當然第一次坐的時候一定是最好的 可是他們就會用很久 這樣懂意思嗎 而不會像爆發戶 爆發戶就是兩年了 我要換一個新的換更貴的 大家來比較 對他們來講這就叫爆發戶啦 所以他們的品味 是在這樣的日積月累長期的涵養中 那麼所孕育出來 那這個真的要有歲月要有品味 說實在這個階級 真的跟我們非常不一樣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要請各位注意另外的一件小事情 好吧 那這件小事情就是我希望你們注意到的一個現象 我們薛寶釵房裡好奇怪喔 人家都是累著書籍啊 茶具啊 有沒有 那麼經濟水的母親事事裡面 也有一些古籍對不對 也有一些筆墨 宴臺之類的 但是我們薛寶釵的房裡只有什麼呢 蛤 只有兩部書啊 你們剛剛不是看到那一段嗎 他不是只有兩部書嗎 對不對 那明明他讀的書絕對不只兩部對不對 他是所有大官員不只 所有賈府不只 大概都已經是最多的 最寶學多文的 所以支批裡面呢 再三再四的都在提醒 寶釵是一個博學洪懶的人 所以這維繫了他心生的一種佛大跟平衡 這個是支批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 但是很奇怪 為什麼他屋裡就只有兩部書呢 很明顯這個人是怎麼讀書的 要不要來順著人情事理來推敲一下 一件事情第一個先注意到他的存在 客觀丈量他 然後盡量全面的各種角度去理解他 這是我們該做的 所以來想想看啊 為什麼他明明讀那麼多書 為什麼只剩兩部書在他的屋子裡呢 很明顯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是讀活的書 不是讀死書 對不對 就是讀過的東西他是不是消化了 內化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了 那事實上就不保留這個書籍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他是真正在讀書的人 意思就是說讀書是要讀到心裡的 而不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知識 一個文字記載的一個備用品 然後你非得要放在那邊很多很多 你才會覺得安心 後者是在說我自己 對 我要很多的書 不然我覺得說天啊 我要到圖書館去借 又借不到的時候 上次你們都聽過 所以我乾脆自己準備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做學者做研究 不可避免 但是他那個時候沒有這個必要 沒有這個必要的時候呢 他又愛讀書 可是讀的書呢 又不去積極的做保留跟堆積 你就知道說啊 我很喜歡一句話 那是很多年以前 有一位男同學他用到的一個比喻 雖然他很討厭薛寶釵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比喻呢 卻恰恰說出寶釵的一個很獨特的優點 就是薛寶釵是一個流動的海洋 他是不是很死板的停留在那裡 不斷的蓄積 然後周圍堆很多的東西 這樣才會有一種在一個安全堡壘的感覺 他不是 他真的內心中很自足 很聰盈 一個聰盈自足的人 他不需要外在的那些物質 各式各樣的物質的支撐來讓他有一種安定感 因為所有的力量都在他的心裡面 所以像海洋一樣豐饒 那麼無數的各種可能性 然後保有一切的這個存在 但是你表面上其實可能是風平浪靜 而且這個水是活動的一種流動的狀態 那所以我想這個雪洞絕對不是一無所有 而是他在流動的狀態當中呢 不斷的豐饒 不斷的滋養自己 但是從不為這些物質而停留 也不讓這些物質來擁塞他的生存空間 你們知道物質基本上會帶給人束縛 他其實是我們人的負擔 但是一般人沒有辦法 我們一般人喜歡機具 對不對 機具多了才會有一種安全感 但是我們薛寶釵不是這種個性 所以我才會說他的力量 他所有的心靈的來源 所有的那個資源 都來自他非常充盈 那麼非常強而有力的內心 所以他不靠這些外在的東西 所以我外在的資料進來 就會被他的內心轉化成為 他自己的心靈力量的一部分 好 那所以我想對他的雪洞 我們必須呢第一個是從王府階級 還有第二個從薛寶釵的個性 那麼雙重來理解 這樣就是我們剛剛所談的意思 這樣懂意思齁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這個邱爽齋 邱爽齋事實上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雖然我做不到 好 那這個就是那個司馬遷所說的嘛 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一個向往之行 人才會永遠向上看 向高處看 那雖然做不到 我們就不至於沉淪 我覺得這句話說的實在是太好了 那麼邱爽齋是這樣子 他該說的地方很多 所以我們恐怕時間也不見得充足 但是呢我們先就目前所能夠運用的 來請各位注意幾個小地方 第一個 邱爽叫叫什麼名字 邱爽齋叫什麼名字 你們不要害怕好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邱爽齋叫什麼 邱爽啊 所以不要害怕 太簡單的問題你們突然覺得 有沒有什麼陷阱對不對 會害我 沒有 我只是要提醒 就是邱高氣爽 那麼不要忘記 邱高氣爽 他所整個連帶的所有意象 是不是都是無限的高空 對不對 然後是清新的微風 所以我們的探春 常常跟哪一個人工製作物是連在一起的 包括他的命運 包括他的性格 是不是就是風箏 有沒有 所以這個人是無限清朗 沒有烏雲 請注意 邱高氣爽 那是不會有烏雲 也不會有烈日的曝曬 也不會有所謂陰暗的那個陰霾 所以這個人的心地是無限開闊的 所以他叫做邱爽之外呢 連他內部的空間 也都是以大氣作為他的特徵 所以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 第619頁 好 第40回的這一段 其實我們以前念過 但是我們現在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請各位注意 我們要來提醒他很重要的一個性格特徵 都體現在他屋內的擺設裡面 那麼619頁的這個第二段 那麼鳳姐兒等來到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在說笑 好 下面是重點 還記得吧 探春素喜闊啦 這個人心地是非常開闊 所以嚴格說來啊 這種人也容不得人性的陰暗醜陋啦 知道嗎 所以這個人他真的是非常受不了 人心裡面的那一種污秽 那一種勢力貪婪 那一種陰為彼鑑 所以這個陰為彼鑑 就是他用在誰身上 他終於受不了了 這不是大家歸秀會有的教養 可是他真的受不了 所以他做了這個批評 而且他批評的對象是誰 是他的親生母親趙姨娘 好 那麼對於他們母子關係 我現在先做一個預告 我所讀過的大部分的人物論 同學人物論裡面 只要是講到探春的這個部分 通常都會去強調因為他是述出 所以他自尊心很強 所以他很勢力 所以他否立他跟他的親生母親的關係 然後一味巴住有權力的王夫人 以上的邏輯有沒有注意到 通通是想當然爾 而且都是那一種非常鬆散的 跳躍式的推論 這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們不夠嚴謹跟精細的地方 一大堆的所以都建立在一個 很錯誤的認識的前提 然後那些推論都是在一種 沒有減證的情況底下 想當然爾的結果 那麼所以我要先請各位注意到的 一件事情就是說 趙姨娘跟探春之間的那個母子的糾葛 跟他們母子之間的對抗 我認為根本不是什麼嫡術問題 探春素洗擴覽 他怎麼會在乎這樣的東西 何況我先說一件事情 以後我們再舉證 講探春專題的時候再說 在王府世家裡面嫡術主要是子女 請注意如果是做妻子的話 嫡跟術當然差很多知道嗎 我用這個轎子抬過來明媒正取的 那個是我的正佩夫人 那個地位當然非常崇高 其他的妾就是呢 花了錢就可以納進來 甚至不花錢家裡面的那個丫鬟 直接就可以收房的 那種是完全沒有地位的了解嗎 這個當然差別很大 可是你不要因此就想當然爾 以為子女們是嫡還是數也有這麼大的差別 這就大錯特錯了 從紅龍夢裡面所反映出來的 以及我讀到一些其他有關清代的一些 有關文化的這些研究 尤其是這種階級的 告訴你們嫡出的子女跟數出的子女呢 事實上待遇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們不要忘記這些子女們 他們都姓什麼 他們都姓假 可是呢我們會以為說 他的父母母親呢 敵數差別那麼大 好像子女就跟著差別那麼大 你大錯特錯 你不要忘記他們都姓假 都是我們假家的孩子 懂你意思嗎 所以根本沒有你以為的那樣的差別 所以我們看說沒有什麼理由 尤其有這樣現實的一個基礎在 他沒有理由說只要巴著什麼敵母 我地位就會提升 根本沒這回事 何況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提醒過你們很多次了 因為不夠系統化 但是我們以前提到過 王夫人對這些孩子們 是不是都是非常疼愛的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都一樣 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根本不符合這個家族生活的事實 那當然啦 作為妻子的他們姓就不一樣 姓氏不一樣 你看賈正的正配夫人姓什麼 王 我們要叫她王夫人 可是她娶的妾呢 一個是趙姻娘 一個是周姻娘 為什麼就有這個差別 因為他們身分地位不同嘛 加上因為一個男人 那麼他擁有三妻四妾 那為了區隔他們彼此的差異 是不是就用他們的母姓 有沒有他們的娘家的姓來區隔 那可是你真的不要忘記 不管是敵氏術所生的子女 通通都姓甲好不好 那這個是你們一定要注意到的一點 所以就在這個現實基礎上 我們同時在參照探春的個性 兩個原因加起來 一個是主觀因素 一個是客觀因素 加起來他跟他生母之間的那種緊張關係 就絕對不是勢力的計算 這個是請你們都要注意的 我們以後有機會會詳細舉證說明 所以回到我們看春的主觀部分 體現在他的屋內的擺設 所以請看他素洗擴廊 所以三間屋子不曾隔斷 然後我們下面要念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你們注意一個用字 其實你們大部分人都已經注意到了 當地放著一張花梨大理石大岸 岸上擂著各種名人法鐵 法鐵的法字 並數十方寶驗各色筆筒 筆海內插得筆如樹林一般 那一邊設著斗大的一個乳窯花囊 插著滿滿的一囊水晶球兒的白橘 又是白橘 西牆上當中掛著一大幅的米香陽的菸雨圖 然後左邊就左右就掛著一幅對聯 這又是那個顏真卿的墨姬 賈家有這種財富資格知道嗎 那個張貼的 這個是唐代大書法家的真姬 那麼是菸霞顯古閣 全時日也生涯 這十個字你們要背 有沒有注意到他所傳達的 是積極入世牡丹形的個性 還是逍遙在山林 與菸霞為伍的那種隱藝風格呢 當然是後面這一種對不對 這個人如此之不慕榮麗 他怎麼會在乎第一個術呢 他根本非常安於個人的那一種 山林歲月那一種與世無爭 無欲無求的性格 那他怎麼會在乎這個現實世界誰尊誰卑呢 何況現實的尊卑根本在他們這種 都姓假的子女身上也不存在 這個請你們注意 好 請往下看 岸上設著大底 左邊紫檀架上放著一個大官窯的大盤 那麼盤內乘著數十個焦黃玲瓏大佛首 然後右邊楊西架上選著一個白玉 白玉 好 前面有白橘還有法鐵 這些都請你們注意一下 那旁邊掛著小槌 從頭到尾只有這麼一個小字好不好 那當然是有用意啊 全部都是大為什麼只有這個是小呢 好 那下面我們就不再唸了 還有一個提醒你們注意 他雖然沒有用到大這個字 我要提醒你們 那麼下面當然就榜兒的故事有沒有 要佛首詩 後來就跟那個喬姊兒的柚子做了交換 這個大家都還記得 這個我們不說 好 請各位看倒數第四行 請注意喔 也一樣 一進門呢一目了然 所有東西呢都在眼簾之中 所以你看東邊是設著臥榻 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在橫無院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一進門就會看到他們的臥房 跟他們的睡床 那這個臥榻請注意 這個是拔布床上呢 懸著蔥綠什麼什麼什麼這個紗杖 然後上面既然呢 是蔥綠色的 然後繡著那個花卉草叢 那反而就來認了 這次國國那個是馬駕號等等 那你們看過大概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先提醒你們注意 什麼叫做拔布床 來 請看一下 他雖然沒有大這個字 但實際上他是一個結構 非常高大的一種木床 才叫做拔布床 知道齁 拔布床是一個很特別的床 他本身是非常昂貴 而且他是一個很高大的一個那個 結構的一個大木床 那我跟你們分享 金瓶梅裡面有一段 有提到這個拔布床 我們剛好可以參照一下 這個是秀相本金瓶梅第七回就有提到 那西門慶不是娶了好多房的妻妾對不對 其中有一個就是孟玉樓 那娶孟玉樓的原因 除了第一個當然是他生的長挑身材 好 一表人物 打扮起來就是個登仁兒 登仁兒就是一個美人的一個稱呼啦 風流俊俏百零百利 當家立即真子女工 什麼雙路騎子這不用說了 所以這女孩子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好 但是我們的西門慶當然不會只看這個嘛 他還有一個很更務實的 應該可以說更現實的盤算 他因為聽說那個薛嫂就說他家裡怎麼樣 手裡有一份好錢喔 那個好字很重要 很豐饒 他說那麼多的財富裡面 注意 那個單子一開出來 裡面有南京拔布床有兩張 其他還有什麼四季衣服啦 就擦不下手去 就衣服剁到不得了 泛濫成災 那麼就會有四五支箱子滿滿的 我們現代人好像差不多已經是這樣 好 那什麼金濁銀川不銷售啦 那手裡的銀子呢也有上千兩 下面就你看這個就是他的嫁妝單子知道 可是好奇怪喔 這個嫁妝單子 我們看到什麼金濁銀川 這種金玉珠寶啦 現金啦 銀兩 我們當然都知道 可是裡面有一個東西是拔布床兩張 這個竟然要開在這個帳單裡面的 可想而知這個東西是非常昂貴 所以才有資格列在這裡 所以拔布床當然第一個 一定就是非常有錢的人家 他才能夠購置得起 那賈府當然不用講 所以他有給探村一個拔布床 可是當然你也必須知道 他的結構特徵是比較宏大的一個氣派 那所以呢提醒你們 我們探村屋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就是通通都是有這樣一個宏偉的氣勢 所以呢再提醒一件事情 因此他的前面所有的大字 請你們注意 他絕對不是度量衡上面的數字的大 而都是一種風格氣度 就是一種大氣的展現 所以你們看一下呢 那個製作器物的窯有那麼多 他偏偏要用什麼大觀窯 因為那個窯才會有個大字 然後呢食材那麼多 他用來做桌子的那個食材呢 偏偏用的是哪一種食材 大理石 是不是都有個大字 這樣你們懂意思了吧 他故意選的 那因此你可想而知 這個大字絕對不是說 度量衡上面尺寸的那一種 一種給人壓力的那一種龐大 這種龐大是在誰的房子裡有的 當然是賈母嘛 賈母一個櫃子比我們家還大對不對 要上頂櫃拿東西還要爬梯子 那賈母的大就是那種 真的就是現實權力的展現的 所以度量很絕對可以丈量的 我們一般人不是都要看數字嗎 你家有多少錢 你家的洋房是價值1億 哇 好漂亮有沒有 你家的房子才買300萬 大概不怎麼樣對不對 欸 不要笑 這個不就是聖修伯理透過他的小王子 來嘲諷的嗎 你們連小王子都沒看喔 不會吧 小王子裡面他不就在諷刺人很現實嗎 只會從數字裡面去決定美還是醜 其實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一個方式美不美 是不是應該他有沒有玫瑰花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什麼之類 怎麼會是看他的市場價值呢 所以呢 所以我們的探春注意 他完全不是從市場價值上面來呈現他的大 他是從他的那個品質注意 所以他是一個直的一種這個精緻跟高滑之氣 以及加上他的那一種胸襟格局的氣度 所以呢就此而言 來請各位看一下 那這些大字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再來就是請大家注意 我們看到白橘還有白玉比木慶 他所用來裝飾房間的花卉 是不是又是菊花對不對 這也有高度的道德相中 我們剛剛已經在橫無院看到了 可是你看他的那個慶 慶其實是一種一種器物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解釋 但是那個慶他是用白玉來做 你們就可想而知 白玉又有什麼樣子的象徵意義 在中國文化裡面 玉不就是君子之德嗎 君子之德加上白這個字 是不是更說明這個君子的捷徑無瑕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在在的 環繞著探生的秋爽齋 他各式各樣的擺設 從他的質地到他的命名 到他的器物的功能都在呈現 這個人是一個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君子 而這個慶跟法帖 這就是我要特別跟你們說明的 有一個法字 你們就知道什麼叫做法 讓人效法 那可以讓人效法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高的標準 對不對 而這個法字抽離出來單獨來看 他是不是也是代表一種不可逾越的原則 是一個非常嚴正的一種界線 才叫做法對不對 那麼這個跟這個慶字呢 也請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慶字我寫錯了 這個慶字他作為一種器物的功能 來我要提醒你們注意囉 這個慶到底是什麼呢 請看一下 來這邊 我們慶字在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中的使用 他其實有兩種 一種是被當作樂器 一種是被當作法器 那樂器就是說 你可以跟其他的那個樂器配合 大家就演奏一曲和諧動聽的音樂 那如果當作法器呢 大概就是在寺廟裡面敲擊 那寺廟裡面為什麼要敲慶呢 其實就是要報時有沒有 因為和尚他要做功課 有各式各樣的這個生活上面的 也要按照一定的時間規律 這個慶就是一個時間的標示 而請你們注意一下時間跟樂器 法器跟樂器 基本上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質 是他們基本上就是代表著一種 絕對的一種規則 絕對的一種制度有沒有 你當作法器的時候可不可以走音 不行 一走音就完了 絕對不會得第一名 那同樣的法器也是 我們按照時間來工作 那通常呢 就是他就是一個共同的集體的標準 那所以呢 這個法器跟樂趣請你們注意 無論是報時或者是度曲 度曲就是彈奏音樂製作那個歌曲 他的共同性都是注意 都是要展現一種客觀公正的權威 這個權威不是來自於我擁有很大的權力 而是他要客觀公正的調節 所有的集體人們的活動 所以同時他也代表了律令 法度 法統跟分寸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行為的準則 作為大家共同的依據 所以請注意就跟這個法治就會相通在一起 那因此呢 我要提醒你們 探春是一個非常注重法理的一種性格 他不大講私情的 只要這個私情侵犯到客觀公正的原則 他就會起而反擊 可是有趣的是在哪裡呢 他旁邊的那個讓這個慶發出聲音的那個錘 竟然是什麼 是大錘嗎 不是 是小錘 所以這個意義就在哪裡呢 既然他擁有權力 可以協調眾人那麼號令 大家的共同的一個集體的行動的標準 但是他並不濫用 我覺得這個小錘的小就是表示說 他不是一個異財於盜的人 這個是知厭哉用來批評那個王熙鳳的話 就是說他們的財很高 可是財很高的人有時候是不是就不耐煩 這些現實的束縛嘛 對不對 於是多多少少可能就有所愉悅 我們王熙鳳是不是常常犯規不守法的 對吧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形象化的一個器物 如果是放在王熙鳳的房中 恐怕就不是白玉筆木慶而是黃金慶 然後旁邊是一個什麼大錘有沒有 我愛怎麼敲就怎麼敲 這個人是會爛拳的 可是探春不是 他是小錘 他謹守分寸 所以我下面就跟你們分享 錘是敲那個慶讓他發聲 而才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一個工具 所以這個工具呢 第一個他是用小就表示說 將來這個人的性格呢 就會在他這樣的一個特質之下 他絕對不會濫權 結果有沒有注意到 到第55回他是不是真的擁有權力了 現在他還是在一個非常沉寂的狀態 那麼所以呢 他的性格已經在這裡非常明確的 被奠定塑造下來 就是說他在握有號令權力的情況底下 他不會拖大 不會弄權 也不會濫權 他反而是會謹守這個法理的分寸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君子 那我下面我們就先不補充了 下一次再說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請注意在第55回 他真正握有李家大學之前 他是不是沒有權力再生的對不對 而且呢又有他的趙姨娘 常常在跟他用我的話來講 就是在進行血緣勒索 好 真的是血緣勒索 所以我們的探村也不堪其擾 可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第55回之前我們探村的戲份並不多 對不對 是第55回之後 他突然變成女主角 有沒有這種感覺 55回之後其實林黛玉的分量沒那麼重 反而是在探村身上反而稍微多了一點 這個現象到底告訴我們什麼呢 當然不表示 55回之前探村沒有戲份就表示他不重要 怎麼會有這麼粗糙的推論呢 當然不是 我覺得作者是要來告訴我們 這個人的性格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非常欣賞的一個儒家君子的 最高的一個典半 那就是孔子所說的要用行什麼 所以你看都不讀四書五經 我也沒資格批評你們啦 但是我至少知道這個 要什麼用行舍藏 這個舍就是提手旁的那個舍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被人所委任 因此你握有權力的時候 你當然就要好好去實踐 好 我們人有了權力之後 你事實上就是應該要為這個世界付出 然後你就很努力的去做 然後鞠躬盡瘁 不一定要死 好 那但是呢 當這個世界不給你機會 有嘛 我們自古以來 從李白杜甫不都在一天到晚感嘆 懷財不遇嘛 可是呢 對真正的君子來講 當世界不認識你 或者是壓抑你 然後否定你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要能夠心平氣和 坦然接受這個處境 所以用行舍藏 然後呢就窮則怎麼樣 獨善其身 那達呢就兼計天下 對不對 所以出處進退之間 人要有一種獲達 有一種優雅 跌倒的時候不要怨天尤人 好 不要憤怒到扭曲你的面孔 所以跌倒的時候 你其實還是可以一樣很輕鬆的 那麼很優雅的再站起來 然後呢 退到自己的世界裡面 好好的領略 作為一個人 本來就都可以領略到的存在的喜悅 不需要老師用外在的標準 來作為自己的束縛 然後呢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進退皆疑 然後呢 也動靜自如 因此他可以積極入世 但是他也可以退隱山林 不要忘記他掛著的那一幅對聯 是不是就很告訴我們說 他是很可以獨善其身的人 然後請注意 所以55回之前 他沒有什麼戲份的原因就在於 他正在體現他性格當中 最難得可貴的這一個面向 人真的比較容易接受成功 不大容易去接受他不遇的狀態 所以不遇的時候常常就會變得窮酸 還記得嗎 但是我們探純完全沒有 這才是真正的君子 所以呢 真的人要活得優雅 那優雅有很多種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覺得探純他真的讓我看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人物我真的覺得 他事實上是最完美的一個 所以不遇也不怨天尤人 好好個人呢 領略自己這個小小的角落 就可以品嘗到的存在的喜悅 但是有機會讓你去施行你的才能的時候 我們也就好好的為這個世界付出 對這個世界做一些改革 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而不只是追求自己的榮華富貴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先跟各位 做一個整體的說明 那下一次我們就會把其他的這些相關構設 再多做一點補充 那今天先上到這裡